那中年人一听 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忠敬一点怒意也没有 我对那中年人的涵养功夫 不禁十分佩服 那中年人笑了一会 道 这是小意思 优秀也好 悲下也好 都不成问题 他讲到这里 突然停了下来 忘定了我 我这时才发现 那人的相貌虽然十分普通 但是双眼之中 却有着极其决断的神色 当然他是有过人之处 才成为这个组织中的首脑的 我想 他忘了我一会 才道 我奉我们组织最高方面的命令 有一件任务 必要你完成的 我听了之后 不禁吃了一惊 全来眼前这个 经历了那么多曲折 方能已会见的神秘人物 仍然不是这个野心组织的首脑 我略想了一想 便说道 任务 我有义务要去完成吗 那中年人笑道 你必须完成 我自然听得出他话中的威胁之意 我向庭外看了看 仍旧只有四条大汉守着 仓妹 就只是那中年人和汉克两个人 我耸了耸肩 伸手指向那中年人 道 你必须明白 你的话 对我没有丝毫的约束力 也没有丝毫的威胁力 但是我仍愿意听听你所说的任务是什么 那中年人轻轻地拨开了我的手指 道 你错了 但我也不必与你争辩 你既然受了张海龙的托付 在寻找他的儿子 那我们就可以安排你和他儿子的见面 但是你却必须说服张小龙 要为我们服务 我一听得那中年人讲出了这样的话来 心中不禁砰砰乱跳 张小龙的下落 直到这时候才弄明白 从那中年人的话中 可以听得出 张小龙仍在世上 当然是他不肯屈服 所以敌人方面 才会要人来说服他 我被他们选中为说服他们的原因 自然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而且 我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如今将我扣了起来 当然是少了一个敌人了 我想了片刻 自然不愿意放弃和张小龙见面的机会 所以我点了点头 道 我可以接受你的任务 那中年人道 好 痛快 我最喜欢痛快的人 你可以立即就与他会面